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妮变了 新人笑 旧人哭 因为咪咪真的很让人开心 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这个词呢 它比较早的是出现在经济学和营销学 也就是说我的情绪情感的付出 也就是我的成本 和我得到的之间的差 我们把这个叫得到的价值 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把情绪价值泛指 一个人带给别人温暖的 美好的 这样的一种情绪和情感体验的 一种影响的能力 一定要付出成本吗 就是可不可以有免费的 就收获情绪价值的机会 就比方看一个节目 看到魏晨演得很好 他很高兴 是不是这样他有收获到 算是一种情绪价值吗 其实这里边也有价值发生 那我观看他的节目了呀 这本身我投入了时间 我看爱奇艺会员 我还付了会员费呀 是 对 那我认为是值得的 那就够了 对 我来考猩猩好了 好 智慧担当 不要 你跟一个约会对象约见面了 然后呢 你在原地点等了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对方都没有等 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可能会先打电话问他 他在干什么 他忘记了 我忘了 我还在化妆 还没出门呢 那你还来吗 你等我一下 还没收拾完 那你大概需要多久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是太夸张了吧 没有 不夸张 不夸张 女孩化妆都要很久 女生出门就是要这样子的 这都是花了一半的时间 我告诉你 那你想想来吗 当然要来了 我忘记了 好 那我就等你 等我 那你有耐心吗 你现在生气吗 有点 你还敢生气 怎么回事 那我不去了 再见 你这样就砸掉了 不行 很难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太难了 女生太难搞了 不是 你没有经历过等半小时这种事 我吗 我一般都是 让人家等半小时 我只是跟我朋友约 可能经常约打球 或者出去打电动什么的 他们会等我比较久一点 然后每次都会被安报打 你最久让人家等多久 半个小时到四分钟左右吧 那不就是你吗 就在体里面 你知不知道你跟我有点打球 我忘了 我现在化妆 你好意思 你还来不来 我不化妆 我在弄头发 对 真的是在弄头发 他就是一个由高位设计 叫的高位者 对 但是被等 不 我很愧疚的 我在让他们等的过程中 我也很焦虑 完蛋了 迟到了 我来了 迟到了 还迟呢 对 对 那魏晨考你一题 魏晨都是会的 马上到 我马上到 就在楼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 夫人在洗碗 啊 然后他 他说洗好了洗好了 然后你过去一看呢 就是有一半的碗 依然是脏的 那我们就一人洗一半吧 哇哦 啊 可以 好男人 那他如果抱娃娃的时候 就是娃娃的头撞到门框 这很严重啊 哈哈 他在想象 幻想一下 未来出现这一刻 比较我们最常听到的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怎么那么不小心 这常听到 就我就抱起来哄一下呗 就你会抱他不会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难 哇 给宝宝买一个 头盔 哈哈哈哈 快妈妈要抱你了 快把头盔带着 哈哈哈哈 夫人会觉得这是一个 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行为啊 快看老婆儿子摆了 我给他送了个头盔 哈哈哈哈 还送了一身护甲呢 哈哈哈哈 很难做 很难做 就不知道 揉一过去揉一揉吧 可以 我也觉得很难 就是太太一定本身就很内疚了 你再多说什么都伤她的心 对对对 没关系没关系 你也不是故意的吗 快宝宝快把头盔带上来 哈哈哈哈 你应该怎么说老师 这就看他用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气表达出来 如果说是 你也不是故意的吗 哈哈哈哈 这肯定就是 不是那么友好 对 如果说是非常这种关切的 然后自己也很着急的说 哎呀 没事没事 你也不是故意的 对 可能对方就会觉得完全相同的一个字面 但是意思感受不一样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谜题 我再讲一次就是会公布一个恋爱者 然后我们要讲出这个恋爱者他是恋人 或者是X恋人 这将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呢 我们跟恋爱者们同步的知道了一个恋爱者的身份 我们已经晓得的 我们已经晓得的 吴总是恋人 然后张慧贤是恋人 他们那边还不知道 目前猜对的人只有从来没有得到过徽章的人 他刚刚也独自得到了一个线索 希望他今天可以顺利得到徽章 然后就可以让大王一个人没有徽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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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